兩岸哪裡像是老共嘴巴講的和平同意 我們感受到的完全不是這樣 因為兩岸讓大家感覺越來越兵凶戰危了 我覺得主要是上個禮拜 邱國正講了一番話讓大家非常的緊張 他是國防部長 以前人家講過 如果說當國防部長 他開始很擔憂的時候 代表說戰爭很可能就快要來臨了 邱國正他講的是說 他每天都覺得很擔心到睡不著覺 我認為他這句話 其實是有點釋放訊息給對岸知道 我也要告訴你對岸 雖然我認為可能你們會對我們有所攻擊壓迫 但是我也不告訴你 我大概要反制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兩邊已經形成一種有點恐怖平衡了 就是說這種感覺是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好像戰爭真的快來了 那可是我們雖然說我們非常的緊張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政府好像是非常不緊張 他們我看到很多民進黨 還是釋放個訊息出來說 沒有啦 最近那個老共過來的不管是軍機也好 不管是他們的海警船也好 都是零星啦 都是零星啦 他們進到我們的禁制區也只有兩艘啦 也不是全部啦 這都還好 不用怕啦 可是問題是 現在也許不會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 因為通常大家擔心的是 有演習轉戰爭嘛 你看那時候俄羅斯打烏克蘭也是一樣 他現在是大規模的演習啦 遊戲轉戰嘛 那最近三月之前不會遊戲轉戰 為什麼 因為現在海象不好 就是說天候不好 所以他們不會演習 可是到了三月底 四月 五月那時候就不一定喔 那不是接近我520的前後啦 尤其是接近520的時候 所以現在老共也是兩手策略嘛 我跟你講和平統一 但是我一方面灰色地鐵戰爭 然後我們這邊也釋放訊息說 你如果越界我就要反制 感覺上好像放放在焦火對不對 可是這有點像是這種 是不是大規模動作之前的一個 互相放風聲 那如果說5月底520之前 然後海象又好 對岸如果開始大規模演習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大家就要開始緊張了啦 所以我現在其實不管是 老共說要和平統一 或者我們這邊說緊張 其實大家都是聽聽就好 那你現在民進黨政府能不能跟對岸 在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你也談一個新的共識啊 也來一個新的對話啊 畢竟和平我覺得才是大家最期待的啦 中共兩會他們正式拍板 兩岸最後終究走向和平統一 但這四個字的背後 你是看到了和平 還是看到了統一呢 但你說要和平統一 為什麼今年軍備 反而創下了四年來的新高 7.2%的軍備增長 要怎麼解釋 如果說在那種男女關係當中 就是你喜歡我不喜歡我 這種事情曖昧 它是會很有趣 但如果拉到兩岸戰場的時候 就是到底有沒有和平 到底還是直接武統 這會變成什麼 很驚嚇 這就是現在整個兩岸局勢 出現最大的狀況 因為四個字 過去大家講喔 和平統一這個基調喔 理論上應該是要在兩會的時候講出來 結果沒想到在兩會前夕呢 習近平的一番談話 這是習近平的一個文稿 欸 一下有和平統一 談話的時候 和平統一又出現了 原本沒有 原本有 然後到兩會 好吧 哎呀 首度喔 各位 首度定調 把這個和平統一給寫出來 但大家不驚好奇的是 原本已經被這四個字嚇得紛紛擾擾 但驚嚇如此 然後兩岸之間焦灑狀況如此 為何會明文寫出和平統一 但是王毅呢 卻給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以前我們講秦剛這個戰狼 他拿出來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但現在不對喔 王毅是從整個國際的現實角度論 現在在國際普遍每個國家認知 確實多數都是認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反而完全轉調 所以這會不會代表著 未來兩岸關係相處的一個新常態 但大家最擔心的是 這種忽遠忽近的距離 這種忽冷忽熱的關係 恐怕會讓台灣人有如樂過上的螞蟻 好 所以就說嘛 和平統一今天出現在新聞的版面上 很多人看到了和平覺得 我可以安一半的心 真是這樣嗎 不 恐怕剛好相反 今天我們從幾個視角 我們從在衡山指揮所 山洞裡面的國防部長的身影 還有今天前往立法院去背群去報告的 國安局長的報告內容 你就會發現 根本不是你以為的和平啊 當然 因為和平後面兩個字叫做統一 所以這等於是什麼 兩面手法 而另外一邊呢 他在軍事上 在良官上也玩兩面手法 表面上在兩會跟你講 我們要經濟文化的交融 但另外一方面 當你看到台灣的東部外海 你會發現什麼 晚上也不平靜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以前大家都認知到一件事情 遼寧艦他們的航空母艦 不可能在夜間起飛 這是過去一個台灣雄山的工程師所講的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對岸 現在解放軍已經做出對應的對策 也就是他們夜間訓練時數 甚至高達三倍之多 而且就連央視都提出夜訓專題 但坦白講不是前面才講和平嗎 結果現在沒有 處處在給你武力恫嚇 就連我們的國安局長直接給你答案 蔡明媛說什麼 說共機跟貢獻 7到10日就會出動 各位你知道這有多可怕嗎 這代表什麼意涵嗎 代表我每個禮拜都來 我每個禮拜都來 我跟你按時固定 照三餐 你只要時間到了 我貢雞就會出現 我要告訴我們 現在台海的狀況 是不是比我們想像的 還要棘手兇險 好 今天要帶我抱歉的觀眾朋友 就在今天 中國大陸的東部戰區公佈說 這裡一區 台灣的北部 台灣的東部 台灣的東南部 以及這兩塊 還有金門 還有烏丘 還有馬祖 以及東引 要聯合軍演 觀眾朋友先講一件事情 區域跟上次裴若西來台 我這樣看框起來 大家就清楚了對不對 跟裴若西來台的時候 大致類似 上次是6塊 這次是5塊 520年的時候 一結束之後 你要知道 中國大陸很多 原本在訓練當中的部隊 都停止訓練 集結之後 現在目前要展開 為期可能最短兩天 長的話 還會再延長的 2024聯合力艦的軍演 然後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軍區 它也有網路的公眾號 它裡面弄很多的這個 就是它的軍種 戰機 飛機 還有軍艦 它裡面結什麼 叫劍與滅毒 劍與就是一直下來 那可能就要打飛彈 滅毒是什麼毒 不是身上有毒素 是台獨的毒 所以就知道 中國大陸 這次解放軍的 這個東部戰區的 這個宣布的軍演 很簡單 就是針對賴清德總統 520的就職演說而來 你剛剛講到一個 我特別有感 5月給你發布這一次的 叫2024A 那接下來半個月後呢 兩天之後會不會有B C 26個字母 輪個沒完啊 對 所以呢 這個是A 那後面還有多少 就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因為這個區域 跟上次裴若其來台 我這樣一講 觀眾朋友都懂了 它可能會封鎖 整個台海周邊的海域 國務部長說 軍演我們密切的注意 但如果它的這個軍艦 或者是它的軍機 到了我們 24海里範圍的話呢 就按照 第一級的定義處理 只要它的航空氣跟軍艦 進到我們的24海里 零街區 進來就算第一級 對 所以你進來已經第一級了 那你第一級了以後 我正能反擊的 所以國軍講說 我們會按照我們第一級的 現在的新的處理方式來界定 那麼這兩天的 大陸軍演 我們要特別注意 好 我想你講到這個 我接著問 你這個東西是24海里 沒錯 可是你剛剛告訴大家 這個是非常罕見 針對前線中的前線 烏丘東引 這麼從二小島 還跟你24海里 它可以靠多近 這個它是一個洞五六的飛彈艦 我剛剛講 它有雷達 它有對空飛彈 它還有對線飛彈 第二個 它本身是屬於 有逆中功能的 這個飛彈艦 對 那逆中飛彈艦的話呢 它接近我們的 這個龐佳儀在基隆的海域附近 那我們海巡俗的宜蘭艦也緊貼 因為現在發現它已經靠近了 所以這個軍演已經開始了 在整個的台灣的海域 跟在我們看 金門馬祖 東引烏丘 到處都是 未來這兩天 可以說是情勢非常緊張 好 我要來告訴我們 我特別注意趙春山教授 他的這個發言 在過去24小時被高度討論 他說研究了一甲子的兩岸關係 沒有像此刻 這麼讓他憂心忡忡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跡象 五二年之前 趙春山老師有去問 因為他長期在國安的 這個相關的兩岸的事務上面 涉裂很深 他是大陸也很多次 所以五二年以前 他問了一下說 賴總統的這個舊子演說 內容會是什麼 聽完得到答案是safe 應該不會有刺激談話 但那一天一講完以後 他在家裡看電視 怎麼跟我問到的不一樣 怎麼會有中華民文 中華民文 互不隸屬 那當然這個蔡總統以前講過 可是也就講一次 而且那不是舊子演說 所以他就會講說 完了完了 他五二年一聽完又講說 沒有辦法了 木已成舟 無可回頭 已經於是網破了 大陸一定會有動作 話才講完沒幾天 今天才523 三天過後以後 真的果然就開始聚演 那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中國大陸的這些 東部戰區的這些部隊 原本是在訓練中 520以後 立刻當天就宣布停止訓練 然後就集結 現在開始要軍演 所以確實是對著 這個賴清德總統的 就職演說而來 那大陸有潛艦 有潛艇 我們比大家少 大陸殼的潛艇 我們沒有 大陸還有什麼 船母 大陸還有航母 已經到第三艘了 那第三艘的福建艦 福建號 它其實在海事後 短短兩個禮拜 在進行第二次展示 表示說它的技術已經成熟 而且它已經堪用 所以看起來 已經有三艘的 海上的航空母艦 然後又在台海 進行這樣的軍演 情況之下的時候 現在中國大陸 它也不只是對台海 我觀眾朋友跟大家講 除了這次的台海以外 柬埔寨 這個已經除我們地圖之外 更遠的地方 中國大陸跟柬埔寨 最近在進行聯合軍演 然後中國大陸 有兩艘大的軍艦 就常靠在柬埔寨的港口 所以有人講說 柬埔寨跟大陸的關係好 所以有可能以後 整個南海 它看的不是只有台灣 是美國的第七艦隊 在這個印太之間的 它要跟它對抗 有航母的對不對 三艘 有軍艦的 而且不是只有 在中國大陸沿海南島 它是直接延伸到 連柬埔寨的港口 它都要把它當成是 它的航母基地 常數在那個地方嗎 那它的整個 海上的守備方案 就是更廣 那我們要知道 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剛剛所講的 洞五六有沒有 就是這個 洞五六它本身有逆中 那現在剛剛看到 我們已經在 那個澎教宇附近 已經拍到了 所以證明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的軍演 是全面的 那只希望 這個演練的過程當中 不要有任何擦槍走火 希望兩岸 不要有更高的軍事緊張 好 我剛剛提到了 柬埔寨 天高皇帝遠 跟我們什麼關係 我想到的是 海上能源補給線 南海不平靜 怎麼會跟台灣沒有關係 再來 華盛頓郵報這個東西 你就會發現 老共把這個戰線 拉得多長 他要跟美國死磕耗上了 我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台灣現在 打潛艦對不對 我們要造潛艦 海空告 後面還有七艘 那俊教授 你知道我們的潛艦 是柴油潛艦 是 柴油潛艦 李喜明將軍就告訴你 他跟核能潛艦不能比 因為他要上來 換氣重新發電才充電 但是潛艦 他是核能潛艦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他可以半年不上來 所以核能在武器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台灣講說 核能發電不要 我告訴你 除了潛艦之外 現在目前 華盛頓郵報有發現 中國大陸在 南海的島嶼附近 他有浮動的核電廠 那浮動的核電廠在幹嘛 因為現在打戰 不管是戰機 不管是軍機 不管是反潛機 還有任何的雷塔系統 都要用電 那他今天有浮動的 這個核電站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整個南海 這個畫面就非常清楚 有沒有 20個浮動的核電廠 他可以支援整個 在南海地區的作戰的能力 所以呢 武器的這個佈置 跟國際的形勢 現在目前中美是兩強 那我們台灣 現在面對這個 演習要來了 這兩天 希望大家能夠安然度過 軍民一心 要團結 柏毅 你怎麼看 這次大陸對台灣的這個實行軍演 導火線 當然就是賴清德520的就職演說 雖然賴清德的演說 看起來四平八穩 可是實際上還是很多風險跟爭議 因為賴清德的演講 實質上還是想要強化跟擴展 抗中保台的概念 他想表達的還是台獨跟一邊一國的概念 所以連新兩國論的概念 都直接搬到檯面上來講了 所以這對於中國大陸而言 當然是用挑釁 要知道一場軍事演習 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規劃部署跟動員 不是一件很簡單 隨時就可以啟動的事情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從賴清德就職520到現在只三天 中國大陸就已經佈置好了這場軍演活動 代表什麼意思 有兩個 第一個代表了 中共擁有很強力的軍事武力實力 它隨時可以動員非常高科技的武力跟數量 第二個更恐怖的是 中國大陸在平時就已經在準備相關的軍事活動了 所以他這一次的環台軍演 不是告訴你台灣而已 他也告訴美國 告訴全世界 只要他想 隨時都可以動手 隨時都可以武力犯台 風清你怎麼看 我覺得今天這個時間點最危險的是台灣無動於衷 其實反而更加的危險 那台灣你知道嗎 反應多了也不是 不反應也不是 因為反應多了可能代表情勢真的緊張了 哇 那賴清德剛剛上來 那顧力熊不是給他難看嗎 但你反應少了 其實你知道你的無動於衷 就隨時有可能變成突襲式的 因為他一轉就可以變成戰場 我今天講這些話我心裡頭當然很難過 因為感覺上面好像在恐嚇大家 不是 而是他真實的情勢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危機 我原本在519的時候我是樂觀的 我跟我很多周邊的朋友 我都這樣說你們放心 現在中美共管 然後美國會壓抑賴清德 那個演說的內容應該已經過關 因為我們看到所透露出來的訊息都是如此 就像趙春山他事先去打聽的結果也是如此 但是你看到內容的時候 你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但我們不敢講得太重 因為覺得說好像更刺激對岸 可是問題是 大家都會做文本分析啊 文本分析一結束了之後 我不要講大陸如何看 其實你光是看這些反中學者 他們自己的評論 他們都認為問題罷了 好 看到這個地方觀眾朋友 你就不難理解兩岸專家趙春山教授 為什麼會說他研究兩岸超過一甲子 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麼樣的恐慌 這麼樣的擔心 看過了五場 我們再來看看文場 怎麼樣對台全面緊縮 我們該怎麼應對 事實上你會發現到中國大陸在這一波裡面 我認為他其實經過精密的計算的 也就是我在武嚇的過程當中 我的文工要不要同步的進行 同樣的輿論如果對於台灣來講相對重要的話 在中國大陸他也必須塑造一個輿論上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可以看到央視的微博在22號的時候發布了一個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會 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這樣的一個言論 結果立刻登頂到了微博的熱搜吧 但是我告訴你這就是一個開關 這就是一個關鍵密碼 為什麼 今天由這個所謂的央視微博來發布這些訊息的時候 等於是打響了第一槍 那接下來就看你其他人要不要呼應響應這種方式 所以這個是一個攻擊發起的訊號狼煙已經起來了 但是能夠一呼百諾嗎 那你可以看得到 包含我們在中國大陸一些 這個目前在中國大陸求發展的一些藝人 侯佩成 歐陽娜娜 胡歌還有黃曉明這一些人 他們其實立刻用統一的格式來轉發 台灣必將回歸祖國的懷抱這樣一個字眼 那當然你說其實不是台灣人 你今天發布這一些東西你就去講你的 可是有一些出身台灣 像侯佩成 歐陽娜娜這一些 你們都是台灣的藝人啊 結果你這一出來之後 你看像侯佩成轉貼文章之後 他的IG就遭到許多的網友啊 下去留言啊 去跟他嗆聲你知道 結果後來也發現到啊 疑似侯佩成的這些這個留言版裡面 有一些留言對他這個激烈風景 居然啊 哥沒多久就不見了你知道 所以是不是有被限流 或者是有偷刪這個留言的狀態 就又引發大家的這個討論啊 繼續給他看下去 觀眾朋友 我國在歐洲唯一的友邦 教廷 教廷現在跟台灣的邦交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人擔心 亮紅燈會被拔裝嗎 這樣的擔心其實不是沒有理由的 為什麼 現在這個教廷的國務院長啊 叫做帕洛林書記主教啊 他就出來講說呢 范蒂剛想跟在中國啊 成立長設辦公室啊 那如果一旦成真將是外交關係的重大升級 所以呢 我們現在外交部也講說 目前為止 台犯的邦誼是非常深厚 但是也講了一句喔 現在會密切關注 范蒂剛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互動 同一個時間 還有一個發生在一樣歐洲 這個奧地利 台灣兩倍大 人口幾乎是台灣一半的這個國家 居然在昨天晚上傳出了台灣的旅客 拿著國際機械罩在那邊 本來可以好端端的自在的開車 現在也不被承認了 這件事情背後有中國施壓的影子嗎 我們在歐洲啊 雖然正式有成立這個所謂邦交 我們現在看到是所謂的范蒂剛 可是我們在跟其他歐洲各國上面 也有很多實質上面的經貿互動啊 那這次是外交部在22號晚上啊 證實說拿我們這個國際駕照 就根本沒有辦法在奧地利開車 意思是說他根本不承認我們的喔 那雖然我們這個官方講說 基於平等互惠的原則啊 你今天不承認我的 那以後奧地利人來到台灣 你拿到你們這個國際駕照 我也不予承認 但是回來看的是 這個是在外交的這個場合上面 大家各自的這樣的一個工法 但是奧地利跟我之間的關係 其實沒有不好耶 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啊憲兵指揮部啊 要買這個所謂的機動指揮車的時候 你知道嗎 其實那時候提出來 後來要採購其實是奧地利 自己本身的這樣的出產車 我們那時候用1.3億去跟他買 而且這個車子進來之後 最重要是什麼你知道 他要進入到雲爆甲車隊裡面所組成 你現在看到這個萬軍車隊 萬軍車隊是幹嘛 是給總統做的 總統今天要離開又幹嘛的時候 如果他進入橫山指揮所或什麼時候 他需要搭乘的車子 那問題來了 奧地利5個國會議員 去年9月才來台灣 那時候也說支持捍衛民主自由 你怎麼突然今天突然又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我不承認你的國際駕照 你知道現在外界比較擔憂 是你今天不承認我國際駕照 你明天會不會承認我的護照 你會不會承認我的其他東西 那所以這種很微妙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改變 就會變成是一種大家觀察的指標 為什麼 因為駕照是什麼 駕照的方法是屬於內政事務 你今天不承認我的這個內政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用內政的部分 就跟你換過來的國際駕照 你也不給我 所以會不會跟中國大陸有關 我們就回來看 中國大陸在最近的時候 跟奧地利的這個什麼美拳公動物園 也表達說他們要進行新一輪的 叫做大貓熊的保育合作 事實上以中國大陸來講 他們常常在做貓熊外交 因為貓熊是全世界保育類的這個動物 他如果在國內自己運輸的這個狀況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他跟國外的方式 因為很多國家都希望說 我也好希望有這個所謂的貓熊 可以在 所以他其實都拿來做外交的這個手段 你知道嗎 之前中國大陸還跟美國 還有跟西班牙也講說 我們之前也有貓熊的這樣一個交換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再進行 更深厚的一個交流 那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跟奧地利 其實從1971年開始建交 到現在已經53年了 雖然奧地利在剛剛我們講說 採買這個部分 以上業上面來講 他其實也沒有阻止說賣給台灣 但問題是2018年的時候 奧地利跟中國大陸也簽署了 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 那你想想看 一帶一路這個東西 被視之為叫中國大陸 他要往全世界發展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條脈絡 那奧地利在當時的時候 事實上也跟中國談好了 這個能夠合作的這個條件 所以到昨天突然來告訴我們 講說你的國際駕照這一塊 不能做使用的時候 當然會引發外界擔憂 講說那我今天跟你買的 這些所謂的這個車子 萬軍車 對 會不會胎死腹中了呢 會不會車輛這個交過來 是有問題的 而且再來就是你交過來的車 我要不要做強制徹底的檢查 我覺得那個都是後面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跟面對的問題 雨萱 我們錄影的同一個時間 賴清德總統下午最近行程 他到陸戰隊66旅 要怎麼解讀 這很顯而易見的 因為66旅 他所數位的地區是北部嘛 就是數位首都嘛 所以基本上陸戰隊66旅 代表說我們北部地區 作為這種海軍陸戰27的這種 最強的鮮實捍衛的部隊 當他今天走出來 去照這陸戰隊66旅 所宣誓的決心是什麼 他沒有要退讓的意思 就是說你可以文攻 你可以武嚇 但我的立場要跟你硬幹到底 但是各位你一定會好奇一件事情 賴清德哪來底氣 因為理論上來講 如果美方沒有背書 你做這個舉動 會不會變成trouble maker 會 當然會變trouble maker 但只有一個前提 只有一個前提 賴清德不會變trouble maker 美國開綠燈 因為過去應該是這樣子 我方的總統 他有一個就職文稿 美國要審閱 審閱之後他會造勢大陸 讓中國知道說 即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心裡有個準備 但這一次很有可能 沒有造勢大陸啊 很有可能沒有啊 美方這邊有得知到這個消息嗎 甚至是美方提供幾個要點 來去給賴清德嘛 所以你從幾個角度 層層面面你去談 第一個啦 你說他史上最台獨 但我看來他的文稿 史上最美 在第二件事情 他是不是有提到半導體 提到軍工產業 說是世界的台灣 清門踏戶可以到這個程度嗎 中國漁船居然闖進了苗栗外海 幾乎是肉眼可看得到的距離 這麼近 為什麼挑苗栗來壓力測試 因為下一步再往北一點點 恐怕更敏感 問題是 兩岸到底是走向更危險 還是不危險 現在從國防部長到國安局長 講話根本不一樣的結果 我現在告訴我們人民該相信誰呢 到底應該相信誰 居家一個很暴行的觀眾朋友 看到這個中間畫一條線 左邊右邊 讓我想到張學友啊 一邊不危險 一邊睡不著 對不對 到底為不危險 怎麼會這樣 這個是國安局長 他說 根據國安局長 他一定掌握所有的情資嘛 一定比你我都更了解嘛 是 沒有任何兩岸身高的緊張的相關的情資 那很安全囉 立法院講話 列入國會紀錄 共和SMA啊 我願意相信國安局長 沒辦法睡不著 他說安全 但等等 他不是一般人 國防部長是吃素的嗎 一個國防部長晚上睡不著 表示很緊張嘛 那你等一下來換個顏色 這邊講說OK沒問題 沒有安沒有緊張的問題 這邊講說很緊張睡不著 你等一下 那兩個都是我們重要的 這個國安相關的首長 國防部長國安局長 為什麼完全相反的情資 不然你蔡明燕 你也好心心好 告訴一下那個邱國正 沒有啦 沒緊張啦 那不是不用睡不著啦 對不對 那當然我看到民進黨 今天也有說法啦 胡適合接受訪問講說 這個邱國正的睡不著 不是因為兩岸打仗 是因為他很有責任感 所以呢有責任感 心裡總之掛個是說 我是國防部長 所以我要常常盯著常盯著 所以才會睡不著 總之 到底兩岸有沒有軍事關係緊張 你看最近漁船有沒有 常常跑過來就知道了嘛 好 我要幫我移架一下 我們來看看你講到的漁船 你看看這一則新聞 觀眾朋友我們一起來看標題 中國漁船有沒有來包圍金門 這件事情讓人家很緊張啊 結果我們這個金門 李尤雲就說 高通報告 你根本是你允許他進來的 結果國家從上到下 搞不清楚狀況 把這個導向了 船團包圍 這很重要的事情呢 這個很簡單 觀眾朋友 因為一般我們在講 有船進來 有飛機進來 有飛行機進來的時候 你把它當成同一件事情 但是其實差很大 我就跟你講嘛 一個人跑過來 他拿了花給你 跟他拿了一把這個棒球棍 或者是一把刀 都不一樣 手裡面拿東西不一樣嘛 所以清淤船 在我們交通部的規定當中 根本沒有要驅離他 可是 因為國防部長邱公正不是講 我們的第一級已經改變設定了嗎 只要越過來 對不對 我們24海里的林街區 12海里的林海林空 我們就視同 他進來就是第一級 那以往我們不打第一級 也就是說我站在這邊 俊翔哥不打我就不打他 可是呢 現在是設定說 你只要站過來 就當作你打我 所以我就可以反擊嘛 是 那現在已經有漁船來 有清漁船來就要問嘛 那陳建仁院長當然講說 啊既然來了 我們當然就是要照規定 把他驅離啊 你等一下 清漁船不再死線 所以呢 反而立法委員 比我們的行政院長更了解 第二個 你要知道哦 俊翔哥 在我們只講 金門事件2月14號發生對不對 後續一直到2月底 到了3月初以後 兩岸關係弄了 談了15次都沒有結果 情況之下的時候 觀眾朋友 3月6號 不是在金下海域 是在我們台灣的苗栗 台灣海峽苗栗以外 6海里 你等一下 我們現在不是講24海里嗎 12海里我就已經 拉緊到了 12海里就是 就應該直接把它驅離 或者是集成了吧 這個畫面你看一下 這個不是海巡署拍的哦 因為俊翔哥 海巡署當天掌握這個漁船 但是沒有出勤 說海巡惡劣 來 觀眾朋友 請導播再放一下畫面 這個海巡有惡劣到 我們海巡署不能出去執勤嗎 我看這個 這是我們漁民拍的 是 這麼近 那地點在哪裡呢 觀眾朋友 這個地點就在我們的 這個苗栗 叫六海里的地方 那我們講嘛 六海里其實基本上 已經在我們的 臨海12海里以內了 對 已算公里的話才11公里 是 11公里說實在 你也不用待會兒 眼睛好一點 像我師父董哥 把祝福好 看到了耶 對啊 那你都沒有任何動作 所以就講嘛 過去叫做這個前巨後宮 在驚嚇的時候 執勤這個東西其實很強烈 現在不是說 進到我們金門的近視水域 對 是已經到了我們台灣海峽 在苗栗旁邊 六海里的地方 海區組說 我們用雷達監控 海峽惡劣 所以沒有出去 但是觀眾朋友 漁民比海區組更厲害 我們的漁民拍大陸的漁船 大陸的漁船在那邊作業 這個海峽他們能去 我們海區組說 我們不能出發 所以你看這畫面 我就感慨萬千 你當時在驚問 你如果真的有這個外面 我們今天去不照 到現在15次談不下來 連漁民都懂得蒐證 當然這個是題外話 但是這一段畫面 委和我們進一步來看 我剛剛一開始去問 為什麼他要挑戰 苗栗外海 這麼貼著你的地方出沒 如果是壓力測試 為什麼要挑苗栗 好 觀眾朋友 其實是這樣 因為你講到苗栗 都會想到附近有什麼 附近有新竹的空軍基地 所以如果他已經 離我們新竹的空軍基地 還有苗栗 他離新竹 他的那個整個的漁港 都很近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大家會擔心 但我在這邊跟你講 我的看法 整個台灣海峽都很危險 你現在進到六海里 在北邊 你知道我們今天台北 有這個竹尾 有淡水對不對 接下來苗栗新竹 然後台中 也有青春康基地 嘉義也有嘉義水康基地 到處都有啊 重點在於 一個漁船進來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原本講 進來就要去 你這動作沒做 然後他已經逼到六海裡 你也沒有任何的一個動作 然後呢 他如果今天來的是漁船 我就講嘛 鮮花棒子跟刀子 就不一樣了 那下次進來呢 如果是漁船以外的 如果是海警船呢 如果是軍艦呢 必須要去找 因為很簡單 別人的拳頭這麼大 我們的拳頭這麼小 你就沒辦法了 不要講台灣 觀眾朋友 中國大陸他現在目前 其實常常有聽到人家講說 大陸在造艦 民航 或者是軍艦 或者是海警 或者是航空補艦 一個一個 像是下水餃一樣 他一年中國大陸可以造船 2320萬噸 這什麼概念 其實基本上呢 我拿美國來跟你講就好了 美國就是第一強果吧 美國一年的造艦 大概是10萬噸 這個也差太多了吧 所以差了230幾倍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基本上 比美國還要造艦能力強 一下子有那個衛星在拍 中國大陸的造船長 啵啵啵 沒幾天以後 一艘船就出來 一艘船就出來 然後就海側了 所以任何的大型 中型 小型的船艦 甚至我們常常在講 現在目前已經有山東艦 跟遼寧號 兩艘航空母艦對不對 俊翔哥 第三艘 福建號 福建號準備海側了 福建號 我們常常看到有些軍事專家 或是一些網紅講說 大陸的航空母艦都沒有戰力 都是紙糊的 但是你每天這樣講 你就半夜吹口罩 自己給自己壯膽 一艘兩艘三艘 現在福建號的這個基本上 它的甲板塗狀已經要完成了 然後呢 大陸會怎麼樣 電磁彈彈射航母啊 也就是說 它的整個彈射的系統 比另外兩艘還要更先進 所以到時候它配備的戰機就會更好了 所以航空母艦第三艘了 有彈射好的功能 然後呢 再加上 現在你要看到中國大陸 我剛剛講的都是漁船軍艦對不對 你要看到這個東西叫做轟-20啊 有沒有像美國的隱形轟炸機 是 就是那個樣 那個叫什麼 轟-魚的形狀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這也是中國大陸的隱形轟炸機 對 它的這個整個航程 有一萬三千公里 非常的遠 它是個隱形轟炸機 轟-20現在看起來已經即將 大陸要完成了 所以有軍艦 有軍機 有隱形的轟炸機 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 確實越來越強 這點我們必須要了解到 好 就講今天 我要讓你們看了好幾個現場 跟好幾個他們造艦造飛機的進度 所以我回過頭來 兩岸到底是微不危險 我該相信誰呢 那我跟加哥講為什麼 不但是覺得 他們覺得非常安全 都睡得著覺 他們每一個都還像是 吃了蘇丹紅的辣椒粉一樣 一個比一個嗆辣 你看在最近 從這個金門的海域的風波 然後到中間 包括我們很多法案的一些爭執 民進黨似乎真怕抗中保台的火 不夠旺 所以一不斷地加碼加碼加碼 我又跟各位講 我懂了一件事情 什麼漁船 這個進線至水域不見不重要 民進黨也不在乎對不對 越過中線 中線末期不見了也不重要 進到已經是臨海了 六海裡 六海裡按照邱國正講的 已經到了第一級要見了 對不對 進到六海裡視為第一級 那也要打對不對 可是民進黨也不在乎 原因是什麼 我跟各位直接講 全世界最相信習近平的 就是民進黨 因為習近平講和平統一 民進黨聽到和平就嗨啦 就說原來我怎麼喊 抗中保台都會和平 所以基本上現在整個政府 在我看起來 他們從頭到尾認為就是 不用擔心 反正都沒有事 老共經驗上只是口頭上宣誓 不承認你的進線至水域 最後什麼事都不會有 董哥你怎麼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今天這新聞最讓大家刺驚的 就是國安局長跟國防部長 講的是不一樣 那國人就會講說你相信誰 大家都嘛相信邱國正 誰相信國安局長 對不對 蔡明彥懂什麼呢 國民黨時代他也可以當國民黨的官 民進黨時代也可以當民黨官 他有剛過軍人嗎 沒有啊 大家知道邱國正剛過什麼軍人 50年 陸總部的 作戰署長 六軍團司令 參謀總長 對不對 陸軍司令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退伍會國安局長他也剛過 有誰資歷比他完整 他是一個一輩子的軍人 現在軍人覺得害怕了 睡不著了 政客不覺得害怕 政客覺得好好玩 又可以弄多少選票 你看 這兩個應該是國安的首長 應該講話口徑一致 你讓人安心 你說真話都應該要做 現在這個民進黨 傻傻傻傻 覺得這個我們以為 我以為他唯一說真話的真男人 覺得他話太多 自走怕亂講 是啊 但是他講的才是真正心裡的話 為什麼你會害怕 大家想說金門 他們那個過來了 我告訴你 金門到下門那邊多少公里 五公里 五公里大概 連三海里都不到 對不對 我們的距離這麼近 所以大家覺得船來 船氣沒關係 今天是已經到南寮那裡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六海里是什麼概念 國際講24海里 我們一海里 大概等於1.8公里 大家這樣來算 你就知道已經都進了 難寮 難寮機場是什麼 是幻象戰機在那裡 是啊 我們台灣最厲害的戰機 H-56跟幻象 對不對 那你現在 你被 你這個飛機飛得上來嗎 大家其實從二物戰爭 就知道現在的戰爭是什麼形態 告訴你 就是真的只有兩種在打 一個是導彈 一個是無人機 你有什麼東西出來 都敵不了這兩個 為什麼 因為他就在眼端 就是跟你鎖定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些東西 你每次還講說 哇 我們有美國做依靠 那個是沒有用的 因為中國大陸那個量非常大 你知道無人機 今天我們在講這些東西 大家都好像 只要可以徵集選票就好了 可是邱國正他真的睡不著覺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種兵臨沉下 而且我們束所無策 我們現在不曉得怎麼辦 嘴巴講第一集 你敢打嗎 不敢打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海行看到這些 裝作看不到 要不然掉頭就走 沒有看到我就沒責任啊 所以你剛剛看那些照片 那是老百姓自己拍的 已經跟我們靠著貌勁了 剛剛在執行 金門立委陳一貞講的 他比國安局長還懂 比這些官員還懂 比行政院長還懂 行政院長顯然不知道嘛 我們現在國安局長在鬼混 我老實講 他了解了國安常識 他又沒剛剛做什麼金人 他完全不了解 他用民進黨那套邏輯 我們可以用這種對抗 我們有美國做靠山 所以我們就有選票 那你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到哪裡 我看他是睡得著覺 睡得非常甜美 所以靜平等下看 上海就是這樣 國安系統 國防系統 講話不一樣 兩岸兵凶站圍 還是春暖花開 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聽誰 事實上人家已經踩進你 離岸六海裡了 你怎麼看 這是誰造成的 不就在我們這個金門2月14號的這個撞船事件發生 海委會跟這個海巡署 你在那邊 把眼鏡遮起來 然後凸踢皮球 一下子把這個樓歪掉 一下子又把這個焦點模糊 然後呢 國防部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如果在你後面動作更強硬起來的話 似乎兩岸大有這個 一觸即發開戰的這樣一個兵凶站圍的態勢 連CNN都講現在全球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台灣 台灣海峽 國外的人都很緊張啦 但是我們2400萬人 覺得說沒差 還好嘛 只把照跑舞照跳 但你看看 現在人家用的方式是不是叫什麼 Nuntuchingu 就是用漸進式的 讓你整個台海中線過去的 那所謂戴維斯線的默契 不存在之外 讓你所謂的海 海域就是近海 領海 跟所謂的領空的領 那個領海也慢慢的不見 這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戰略眾生 讓我們國防 國防部他主管的陸海空三軍 尤其是海空軍的兵力 他以後載空機跟徵巡艦 他會來回更相對的這個加倍緊張 而且他的焦慮感會增加 因為他現在已經前進苗栗 這個外海六海底的話 以前我們還有12海底 甚至還有台海中線 再接下來就怎麼樣 就搶攤了 那等到這一步的話 你再來說 我們要制定什麼什麼來不及的維護 所以我就說 國安跟國防部你現在互踢皮球 那你現在要建構新的一個國安團隊 520又快到了 你蔡明諺你到底有沒有一個辦法 你國防部我相信邱國正是一個軍人 是一條漢子 但是人家做好作戰的準備備戰的時候 你國安局向海委會海巡署 你們是不是各踢皮球各吹各的吊 到底對領海還有近限制海域 還有這些領空還有ADI 你們自己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默衷一次 造成底下的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當習近平越焦慮 台海會越危急嗎 所以習近平的焦慮 其實在西方媒體來看 主要還是鎖定在經濟問題 因為中國的經濟鋪塑迷離 到底今年的經濟是會不會能夠達到 他們設定的目標5%的GDP成長率嗎 包括了這個李強總理的記者會都取消 就是怕媒體記者追問 你怎麼達到你設定的這個目標 所以中國的經濟問題 會是習近平焦慮的核心 那包括了美國的科技戰持續的升高 那貿易戰因為最近中國的出口貿易數字 又翻紅了又增加了 所以美國這個警鈴一定又大作 所以現在針對電動車也要課高關稅 也要設高門檻 那現在這是中國的明星企業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經濟是焦慮的 那只是這個焦慮主要還是鎖定在 中美競爭的格局上 那這個焦慮會不會延伸到台海兩岸之間的問題 這是台灣現在最關心的 所以邱國正每天晚上睡不著覺 因為他週末得去橫山指揮所 隨時應變最新的狀況 不過我們的國安局局長 蔡民燕倒是老神在在說 不會啊兩岸過完 台海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沒有緊張升高的局勢 但是另外他的輕魚船 今天就被陳玉珍打臉了 那因為中國輕魚船在這個 劉武店航道已經進入了靜置區 那我們到底該趕還是不該趕呢 陳玉珍問了陳建仁問了管碧琳 都說看到中國大陸的船進靜置區 當然要趕啊 這個時候呢 陳玉珍拿出一張公告告訴你說 我們的交通部說 他們的船是可以來這裡輕淤的 立刻當場就打臉了 這個陳建仁了 那所以邱台山才說 對啦我們以前有談判過 是可以在這裡輕淤的 關鍵還是在經濟 那個焦慮感 剛剛一路鋪排到 連整個豬循環賭豬都死一堆人的話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真是匪夷所思 我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 在過去中國經濟蓬勃發展 全中國的人民英雄中國之光 現在居然一個一個面臨文革式的追殺 一個一個倒下來 何以致此 這樣的反轉的確讓人訝異 我們都講最近周祖祖三害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中國民主主義狂熱延燒下 現在中國也有新三害 這新三害是哪些呢 包括莫言 北京清華 然後農夫山泉 為什麼 因為有愛國者 也是在中國大陸網民 就是說美國最近在制裁 包括中國的國防妻子裡面 一些科學家頂尖的這個人物 在內有多數的北京有名的大選 都被制裁了 唯獨北京清華大選 你為什麼沒制裁 你是不是跟美國同流 是 你是不是美國人對你特別好 被愛國者舉發 竟然不包括他 那你可能也有問題 那更讓大家訝異的是 我們平常吃東西喝東西的商品都出問題 那如果是食安 我就沒話講 還不是食安 是包裝 你來看看 這是農夫山泉最近在中國大陸 他上市的一款綠茶花茶 結果沒有想到呢 被中國的民眾拿出來對照 其中你知道那個茉莉花 花這個字也會出現文字欲這樣一個狀況 花就花有什麼問題嗎 那我跟你講啊 這個是中國 第一個字是中國的花 它的花這樣子是一撇下來 那這個呢是香港的花 它沒有出頭 那這個是台灣的花 它是平的 這個花呢是日本的印刷體的花 它這樣下來 有點這個跟中國不一樣 跟這個香港有點像 但是還是不太一樣 你有玩沒玩誰就出來了 這是韓國的 但我就跟你講 那農夫山泉的包裝上 它這個花子就跟日本的字很像 所以就是說你媚日 你竟然花不用我們中國的花 你用的是日本的花字 你是不是向日本人討好啊 所以你看整個中國經濟 現在陷阱的逆風 大家的逆風 那種心裡的不爽 你找不到出口 連這個都可以拿出來 罵 拿出來編 而且不只喔 靳香 你看了會昏倒 連它這個花茶系列飲料上的 這個包裝 他有一支鶴 然後他說 你這個是日本的服飾會裡面的鶴文 中國不是也強調先鶴嗎 結果他就說 這個是仿造日本的鶴 然後這個兵馬 這是日本德川時代的戰馬 你跟他太像了吧 中國不相近古代就沒戰馬 那還有 在日本京都 還有這個 它的五重塔的寺廟 你這上面的這個寺廟 跟它的這個 真的是太像了 甚至 日本的這個景理 你就想說 我的大河江山 你要你要中國的山水 結果你就用淺草寺的這個五重塔 對 所以 滿滿的日本元素 就開始要下架這個農夫山泉的產品 除了這些元素之外 你看到它這個寶特瓶 底部不是都有那個花紋嗎 結果沒想到它就剛好十六半 就有這個中國的民眾發現說 你這個跟日本的局勢王朝 菊花紋的十六半 欸 一樣欸 你這麼巧合啊 太瞎了 所以呢 已經瘋狂到 讓人家覺得你借題發揮到走火入魔的程度 中國國台辦居然跨海要延誠 我們台灣電視圈的政治評論員 主持人 你到底要延誠誰啊 第二個不可思議 我們給您來看到的是 台美在太平洋某處聯合演習 說是不期而遇你信嗎 這消息還刻意被公佈居然是秘密聯合演習 果然 五月才過一半而已 共軍已經超過51次的海空戰備警巡 賴清德還沒完成交接 就山雨欲來了 因為距離520啊 事實上也不過短短的 剩下五天而已啊 所以大家就在關注就是說 欸 在520之前啊 中國大陸對於台灣 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軍事上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不管他是要表達威嚇 或者是表達他的立場 但是你知道嗎 路透社現在指出來說 台美的 台灣跟美國的這個海軍 事實上4月份的時候 在太平洋有一個 雙邊連演的這樣一個演習 而且還講說 這就叫做秘密執行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美國這邊立刻先否認說 沒有沒有沒有這件事 但我方的這個所謂的海軍方面 他其實沒有否認 但是說這是一個不預期的演訓 所以在報導裡面 甚至有提到說這個叫做意外的海上相遇啊 演習只是巧了 但是我也講實話 海這麼大 要能夠不期而遇有點難 但是就讓你遇到了 而且你還是秘密執行 居然路透還這麼大篇幅給你爆出來啦 而且再來就是說 你就算是路上遇到了 頂多是哈囉打打燈這樣子 打打旗號 閃個燈 他沒有啊 他現在在報導裡面是提到說 雙方甚至對於油料運補啊 甚至有一些東西都有進行了 我換個中性的字眼 叫做充分的意見交流啊 所以大家其實就會觀看到 就是現在台海的局勢來講 確實啦 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共機不斷地穿越我方的這個台海中線 其實對我們的空房來講 造成很大的壓力 結果沒有想到呢 現在你會發現到 你看喔 在有45架的這個共機 距離我們這個台北的部分啦 居然不到40海里啊 那不到40里的部分 大概是怎樣你知道 如果以殲-15或殲-16這個戰機來講 他如果後燃器就是打開 大概兩分鐘左右 就可以抵達總統府的這個上空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而且最近其實根據一些所謂的 不管是衛星的徵兆啊 或者一些情資的來源顯示到說 這個在福建沿海啊 這個一個機場裡面 其實已經大量出現 所謂的殲-20的逆中戰機啊 這個訊息我認為是比較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在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 殲-20基本上是部署在二線機場 也就是它不會部署在沿海一帶 而現在它在福建的這個機場 代表什麼 它已經部署到第一線了 它本身是屬於逆中戰機的一部分 台灣自己本身並沒有逆中戰機 但是逆中戰機不代表 我完全不能抓到 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聯合徵收的方式 還是可以掌握勤收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即使掌握它的這個航機 但是如果它的今天飛機 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進行激烈的所謂的戰術動作 比如說它快速脫離戰場 或者劇烈的這個改變高路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會出現一個 叫做脫鎖的情況 脫鎖是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在雷達訊號上 會暫時找不到它的蹤跡 這是個危險的事情 沒有錯 當我們這個所謂的脫鎖的情況 發生的時候 我下一次在鎖定目標的 這個狀態下 我可能沒有辦法判斷 它是不是我原先鎖定的這一架 那這個對於我整體的 這個空房的情資掌握來講 就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在哪裡 我會有一段時間的盲區 我抓不到你 這個是非常的大的危機 還沒有完 520最後倒數四五天 5月到現在 金門極不平靜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大陸的海警船 有五艘就集結 而且進入了所謂的金門海域 這不是第一次 因為這個月裡面 已經第五次 用這個編隊闖入的方式 而且其實以央視來講 他說這種 他們在稱為叫做執法尋常 叫做金門模式 可是問題是如果今天 你剛剛畫面上面 有寫叫做常態化 那如果它是一次兩次 我們可能可以對它提出警告 或我們必須要提高警覺 但它變成常態化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變成 他們自己作業的SOP 那這個就變成你的內海了嗎 而且 五月到現在 才過一半而已 你就來五次 來這裡像打造咖 這是金門 你如果把金門模式 擴集到澎湖呢 澎湖到馬祖呢 到台海呢 到我們東海岸呢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三個不同的名詞 第一個叫做金門模式 但問題是如果澎湖 馬祖這些地方 也同樣被這種所謂的海上巡查的方式 一起走的時候 那它可能就變成台海模式 而接下來如果在台灣周邊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台海模式呢 好 再來給大家看這段畫面 就非比尋常了 為什麼 這是極大的挑釁 你已經找不到形容詞 居然在雷根號航母的上面 凌空拍得清清楚楚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事實上是被放在網路上面了 那這個其實他講說 我告訴你我其實空拍到了 美國這個雷根號航母的這個甲板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以這個角度來拍攝的時候呢 事實上很多人就講 這個不就是無人機嗎 那如果無人機進入到你這邊來的時候 那不是代表就是說 你今天所有的機密都被看光光了嗎 甲板上面 停什麼飛機我都看得清楚楚 而且你旁邊 你現在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驅逐艦也從頭都入境了 代表你整個港口沒有秘密可言 你知道嗎 那個其實很多人就覺得說 會不會他們其實中國大陸方面 故意在這個時間點 丟出這樣的一個照片跟影片 然後告訴你講說 其實你們所有的秘密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而且我剛剛提到說 如果你金門模式一直往外擴展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 台灣模式的狀態之下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架美國軍機 進入南嶼東方的空域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時候據傳說 有解放軍的這個所謂的軍機 也在旁邊 而且還幹嘛你知道嗎 還居然廣播 你已進入我方空域 請盡速離開這樣子 但問題是 那個空域不是我們的嗎 怎麼會變成是 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軍機 在那邊執行 所以這種所謂 台海軍力上面的這種改變 從這些蛛絲馬跡 都讓大家感覺到 就說很有可能在520之前 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真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委員這個520前的氣氛 實在太詭異了 兵凶戰危到這個程度 我們極少見過這個地方 路透社說 台美聯合秘密軍演 居然也被你爆出來 還叫秘密 而且說法是 茫茫大海不期而遇 背後水多深啊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一年兩年 一直都在執行了一個 非正式的演戲啦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可能是有人刻意要放出消息 說美國這麼支持這個賴清德 所以才需要這個時間 放這個消息 可是放這個消息 似乎有點放錯了 因為講出來 也許大家會很沒面子 基本上這是我們台灣軍隊的 作戰的一個很高層的戰略 就是解放軍如果打台灣 一定是突襲的 一定是突襲的 所以在那個突襲時間 我們很多的軍艦跟軍機 就要先做戰力保存 怎麼戰力保存呢 不是叫他們去迎戰解放軍 因為迎戰解放軍 解放軍因為體量比較大 會通通被消滅 所以戰力保存就是要我們的飛機 飛到花蓮跟台東 然後要我們的船艦 如果在海上 能夠離開港口的話 趕快往太平 西太平洋集結去了 為什麼要往西太平洋集結去 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台灣海峽 都會佈滿了解放軍的導彈跟飛彈 所以我們沒有生存空間 先保存下來 那保存下來的話 等美軍來馳援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由這些軍機跟軍艦 配合我們陸地上的陸軍 如果還能夠生存的話 叫反攻台灣 你會聽到很諷刺 可是基本上的戰略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也想不出更好的戰略 那問題是解放 解放要等到什麼 等到美軍來的時候 不曉得等幾天 這個時候我們的軍艦在西太平洋 就需要補級 怎麼補級呢 就由沖繩過來的美軍要補級 那這個補級一定要能夠溝通 要不然西太平洋是一個很深的海 全世界最深的海 茫茫大海 我們怎麼去跟美軍對接 美軍怎麼找到我們 所以真的要叫做不期而異的演習 那不期而異的演習呢 所以要再建立一種通訊的方法跟練習 那美軍就提供油料 提供食物 提供彈藥給我們的海軍 讓海軍能夠生存下來 所以等到美軍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反攻台灣 基本上的戰略構想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演習不是第一次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賴總統520的演說過後短短三天 今天解放軍東部戰區就宣布了 早上7點45分 鎖定在台海周邊九大熱區展開軍演 我們該擔心嗎 很多人說今天台股不也照掌嗎 軍演你不能單獨看 奧地利突然不承認台灣的駕照 為什麼 侯佩成 歐陽娜娜突然高喊回歸祖國 選在這時候 兩岸專家趙春山教授他說 一輩子研究大陸問題超過一甲子 他從來沒有如此恐慌過 而病戰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嗎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這一次 透過他的官媒宣布要舉行 所謂的聯合利劍2024A的 這樣一個演習 確實跟過去有些不太一樣 因為你看到他在發布演習的同時 是已經告訴你 我現在就要進行 以前都會有一個時間點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在回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就他的官媒來講說 這一次發動演習 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心境的 最有力懲戒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針對520 賴清德接任總統之後 他發表了對於這個 所謂的兩岸的這樣一個論述 看起來中國大陸用實際的行動 來表達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雖然今天發布了這樣一個消息 而且立刻就要再進行這個所謂的軍演 但問題是你看他外宣的部分 都已經都做好了你知道嗎 他把它分成像是空軍 海軍 還有所謂火箭軍的部分 都另外做了這種所謂的 來做宣傳的這個文宣 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名詞裡面 譬如說在空軍的部分 他就是叫做劍風勘讀 把讀這個字形放在裡面 而且用綠色的你看到沒有 對啊 你看殲-20 然後這個所謂的殲-6這些 然後在海軍的部分 他就換了一點名詞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這個劍鏈所讀 你看兩個海軍的部分 包含他的所謂的兩岸的攻擊艦 還有這個所謂的052D 用鏈 為什麼 因為用海上把你封鎖起來 火箭軍的這個部分 他就告訴你說 我告訴你 我要這個 他說劍與輕讀 輕 感覺上好像 也有這個紫色的意味存在 這就為什麼說你看到 他的這一些海報 你會覺得很中二嗎 問題是他針對性非常的強 每一個讀都用綠色 招招見指民進黨 其實在這一次裡面 最受外界矚目的 當然是所謂的殲-20 因為過去中國大陸 在殲-20的部分 是把它部署在所謂沿海後面 第二線的這個基地 沒錯 但是他在2023年的時候 他在這個所謂 福建的513空軍基地這個地方 正式部署了一支 由殲-20組成的 叫做第41航空羽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殲-20為什麼過去 被部署在第二線的 這樣一個作戰基地 當然是因應在戰爭的過程當中 第一線基地很有可能遇到打擊 所以他必須要把所謂的 這個所謂殲-20 放在二線的基地裡面去 但是你今天把它放在 這個513的空軍基地的時候 距離台灣事實上的 它的距離台北只有460公里 但是你知道嗎 它現在今年殲-20的交付量 已經估計達到100架左右 2025年是增加到120架 交付率的比例其實比美國的 這個所謂F-35高出250% 代表是什麼 我今天數量夠了 如果你今天質疑我的戰力的部分 最少我的數量上面可以壓過於你 因此在去年的時候就把它正式成軍 在所謂的福建山武夷空軍基地 好 人軍來告訴大家 這一次今天早上的這一個環台軍演 大家想說又來了 台股哪有被嚇到 照掌啊 上一次我們想到了首度的環台軍演是誰 2022年佩洛西來的時候 不也在這邊貼了幾塊沙龍巴士 又怎麼樣 這一次有什麼不同呢 我認為它實質上面還是有些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過去聽到利劍 這兩個字如果用在聯席上面的時候 它是屬於攻擊意味比較強烈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一次的演習區域裡面 從北部這個地方到南部 甚至以東部 還有我們西部的部分 是把所謂的離外島部分一起拉進來 它代表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它用利劍的方式 它象徵的是 不是我只有跟你打打飛彈而已 我這一次是時兵要進入來操演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整個的 這個所謂的操演的這個項目裡面 比較多是具有攻擊能力的 這樣一個作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接種 他就認為說 如果跟過去比起來的時候 這一次除了是有可能是 有最終的聯合登島之外 還有一次就是在演練 所謂武力犯台的全過程演練 那我們就可以回來看 事實上對北部來講 當然是我們的政經中心 那南部來講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在高雄的這個位置 事實上它也進行了這樣一個步驟 這裡有高雄港 這裡有我們的總統府 我們的五院都在這個地方 它都有針對性的 是 而且你可以看到 在東部的部分 包含在花蓮這個地方 加山基地在這裡 對 那你想想看 我們的戰機起 不管是戰力保存在這個地方 或者我戰機起飛之後的集結區 基本上它都劃定在這個位置 而且在跟過去相比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到 它把範圍再更往台灣本島這邊 來進行這個限縮 所以它其實更緊密的這樣進來了 那你想想看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能源線的部分 是必須從這個地方來進出 那我現在用兩天的時間告訴你說 那我今天要進行這種 所謂類似圍台跟封鎖的這個方式 是不是也要警告大家 就是說我告訴你 你的能源線會不會有斷 而且以北部這個地方來說 你會發現到如果台海有事 日本要持緣的時候 是不是從這個方向進來 如果台海有事 美國決定透過菲律賓出手援助的時候 是不是會從這個地方上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都堵住了這一些 所謂我們未來有可能尋求外援的機會 還有一個密碼在於這一次它的命名叫做 2024環台軍演A 有A有B嗎 B再來有C ABCD下去沒完沒了了嗎 那如果用英文字來看 最少有26次這樣的一個機會 會不會 所以外界現在就回來看 你知道2023年的時候 陸委會曾經有報告講說 中國大陸更試圖透過所謂灰色地帶方法 逐步對台施壓 而且會實施有限封鎖 來作為作戰假想的方案 什麼叫做有限封鎖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環繞你 台灣的這個周邊的這個位置來看 其實我們會再觀察一個指標點 是什麼你知道 比如說他今天位在這個位置進行演習 但是對我港口跟飛機的航道的出入 這個航道的部分有沒有造成影響 所以你看美國智庫的學者就講說 如果解放軍圍台 那斷掉我們所謂天然氣 跟這個所謂的海上的能源運輸 很有可能台灣沒有辦法撐過兩個禮拜 因為我們的能源自給率到目前為止是不到2% 那我們的糧食自給率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很大一部分 是依照外國給進口進來 雖然我們以農立國 可是我們今天在所謂的農產的這個部分 2020年的時候 我們自給率居然只有31.6%左右 所以如果他今天要做長期的 用灰色地帶圍台的方式的時候 那就代表什麼打持久戰 那問題是台灣有沒有辦法撐過持久戰的時間 郝秀琳我們看到了今天的共軍的軍演 很多人一看那個環台 沙龍巴士五個區域 六個區域貼出來 跟裴洛西不是一樣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一次賴總統上任 完全沒有蜜月期 直接開向了深水區 其實這也不是蜜月期 就是說可以想見北京對於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是非常非常不滿的 所以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預告都沒預告 早上7點鐘就告訴你說我今天要軍演 而且陣型就擺出來 把你的圍 團團的圍住 那當然我們的這個國防部 也非常阿Q的說 這一次圍的範圍沒有上次那麼大 那但是大家認為說是比較接近 範圍比較小 而且他還說呢 這次你看上次有進航區造成航班大亂 這次也沒有 上次還發射了導彈 造成了日本的進口 這次也沒有 看來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概念 所以呢賴清德居然還跟這一個 國安相關的首長顧力雄 吳釗憲 一起去巡視的六六旅 其實遇到這麼重大 假設真的把它當成是一個危機的話 應該要做什麼 這個指揮官是要進恆山指揮所 去掌握所有的動態 而不是跑到前線去慰勞官兵 你這個時間點才去慰勞官兵 請問來得及嗎 台灣四面都是海 跟烏克蘭絕對不一樣 你外源要進來的困難度 非常的高 特別是能源 那因為台灣現在的能源 非常大量的依賴天然氣 而且佔比從過去的二十幾% 現在即將在非核家園的 最高指導原則之下 快要進入50% 當你50%的能源都是靠天然氣 而我們的天然氣的儲備時間點 大概七天到十天已經是最緊繃了 就是說我最多最多 我只能撐十天的意思 這個議題只要是看得懂地圖 然後會算算數的人都知道 只要被包圍超過十天 台灣就會有斷電危機 我記得賴欣德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曾經到一個大學裡頭去座談 有個大學生就問他 說賴總統我們現在是非核家園 高度的依賴天然氣 萬一到時候發生解放軍的 封倒的這一個戰爭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們難道就斷電嗎 賴欣德當時是集中生智 就說我們會把核能當成備用能源 當時講了備用能源四個字 大家眼睛一亮 難道賴欣德對於能源政策有所調整嗎 結果隔天蔡英文就出來給他踩煞車 沒有我們民進黨2025非核家園這個政策 絕對不會改變 他當然也被在野黨善笑說 你說要把核能當備用能源 你是把核電廠當瓦茲爐嗎 現在關掉到時候就立刻打開嗎 核電廠不是這樣運作的 但是代表賴欣德知道這是一個危機 那這個危機現在解放軍的環台軍演 就是演練給你看 我現在是兩天 我可以從兩天變成20天的時候 那你的天然氣的運送船 不會發生問題嗎 你台灣不會造成大亂嗎 我覺得解放軍是在告訴你這件事情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 我要跟大家重點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郡相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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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我告訴你 我們每一人都在 從副 被人 為大家 這 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